今天来讲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打明文 明文现在这个从BTC上面的一个东西燃烧到了EVM就是以太坊以太坊相关链的一个一个情况就是这个热度 今天很火的就是AVA这个雪崩链上面的一个 嗯就是第一张明文 今天特别火 我会今天会讲一下就是批量去怎么去 打这个东西 呃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成纯前端的一个呃网站 然后他这个可以就是对应的去打EVM带EVM的那个链上的就是明文 呃这个其实用起来很简单 就是呃你去 你把你的私钥 你私钥怎么拿 啊就是在你的米特马斯克这个钱包上面去把你的私钥的那个那个那个信息拿出来嗯 这里就是可以看到账户详情然后显示cell然后按着提示去操作就完了把这cell站在这里然后打明完的时候把自己的地址把自己的地址 地址地址地址这个站到这里 是要这个我就不在那地址地址到这里然后rpc rpc你可以去就是对应的名文你可以去搜一下 比如说呃 比如说我们去找个雪崩的吧雪崩链的 a v a x 雪崩链的一个名文我们去找一下 呃一般都可以搜到对应的就是rpc可以去找到这样一个东西rpc是什么rpc就是比如说这个rpc其实就是一个本质上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网站的一个呃一个一个链接 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数据的传输协议的一种类型你把这个复制过来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下或者你用呃公共的那种可以自己注册的那种rpc去注册一个嗯 不过那个可能会有一点点费用呃然后我们把这个明文的明文的那个信息粘过来比如说这个其实我现在是这个是不匹配的我只是说做个演示就说你需要哪些东西第一个是你的私钥 你的私钥就是你给这个前端页面授权啊这个私钥我要说一下尽量你去找一个空前包然后去把你想要去打打的面的对应的那个代币放上去然后再去比如说你现在呃用的这个雪崩链你就把你你就转一点雪崩链雪崩上面的一些代币比如说边币我们就拿边币来去你就转几个边币进去用一个新的账号不要用原来账号去弄 因为这种你把私钥放上去你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这里点运行的时候会提交可能会存在那种风险所以你用一个新的钱包去弄呃 然后把塞要放进来把这弟子放进来然后找对应的rpc然后全对应的链 对应的链然后你去命头运行呃这也可以设这个时间然后这个日志会打印出你呃对应的那个情况呃这个是这个网站是 针对那个呃EVM有EVM这种情况的一个一个那个名文的一个打的情况 嗯比如说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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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因为很小就是很就是是一个比较新的项目 然后其实用的人也不多所以这个就不说了就就是就这个项目嘛这个这个链的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去打的就是说你对应的打对应的名文就是说你要打的名文他在哪条链上面你把你的私钥公钥放上去 然后rpc填上然后开始运行就完了就是这样的呃另外一个要说的就是除了这个就是带EVM的还有一个就是带呃 带那个呃就所拉那链上的他有也也有点不一样就可以用用到另外一个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啊点错了不是这个 这个就这个这个工具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我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但是我可以去试一下能不能去年所拉了因为所拉了他不是EVM虚拟机的所以你可以去试一下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现在打不开就 等会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去批量去打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用的因为其他的批量的工具我看到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呃这样一个免费的工具可以让大家去试一下呃如果一个名文呃今天有出现就是关于呃那个 alb上面的一个名文有诈骗的情况就是说你去打名文的时候你先去自己手动去命测一下看他的那个呃他他那个地址和你的你消耗的gas对不对可能出现那种诈骗的那种打名文的情况就是他故意的你去打那个名文的时候他会消耗你的gas手续费然后呃去骗你的私钥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随便乱冲好今天就讲这些 我今天就讲这些东西